2019年了 猪年 咱们就做个小猪 祝大家猪事如意 先用肉一色的面 皮肤色 在手心里压扁对折 这样就要揉面 先把面揉得很均匀 然后把它搓一个圆 一切从头开始 咱们先从头开始做 中国人喜欢圆的方的 包括我们的地球大脑都是圆的 我们从圆形开始做 这样这个头 咱们选它的最光滑的一面 做脸 因为右手的食指在中间滚动 然后再把下半部分塞 分成两个 然后开始做上它的鼻子 鼻子三挺五眼 掌握好比例 鼻子在脸的三分之一 大小 45度有个穷械度 上两个鼻孔 在它的四分之一处 下上嘴巴 放上一个红色的舌头 点缀一下 两个圆珠 出现两个的东西 一定要对称 眼睛和鼻子 成一个倒三角形 根据你需要做的这个东西的表情 把它的眼珠 放在什么位置 上下呀 或者是左右呀 水滴形 压扁 三小猪头就做好了 这样呢 给它再装饰一下 再根据需要调整它的表情 小猪是哭呀笑呀 还是在带萌啊 还是这样中间滚动 把它捏出来一个腿的形状 先是一个做的一个姿势 这样呢 身体是坐着的 然后呢 就能趴着 腿翘起来 压住屁股的形状 衣服呢 这就是面素的鸡饼宫里的棉 用手 拾着 拉 包上 做个圆 把它一起凉拌 两个胯袋 两个胯袋 身体就做好了 然后呢 把它的头 接起来 然后做两只手 右手 包一点袖子 底部 搭到 有些 融合 然是 经常 现在 很留意 那边 因为 眼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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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不愿意 窝 眼睿 都不愿意 做一个枕头 一个枕头看似简单 实际上做的时候有几个点 它又是一个圆形 又是一个长方形 捏住它的四个角 枕头又很饱满 但是呢 还有把它的角要露出来 四个角露出来 装出一点小花纹 正间三个边上四个 然后把这小粥在筷子上取下来 找好一个合适的位置 一个完整的小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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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